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的关注度越高 他就越有兴趣 他会为了这些犯人精心策划一场专属的死亡秀 手段机会变态残忍 让城市的人都知道 以暴之暴的城市之光会制裁这些坏人 凶手的理念跟夺婚居的大叔 与死亡笔记本的夜神月 有一曲同工之妙 都可以归类为虐杀类的正义魔人 所以警察怎么可以让这位城市之光胡乱制裁 并且有些人根本罪不自使 犯人只是在满足他扭曲的正义感 于是警察全力通弃这位犯人 不料犯人心思缜密 犯人不留下痕迹 让警察们疲愈奔命却毫无所获 于是只好靠着高材生方木远景的圈套 整个案情才有一丝的曙光 但是没想到这光是危险的也很致命 让更多人因此而牺牲 一场斗智烧脑的追捕战就此展开 究竟城市之光他最想要完成的作品是什么 方木远景要牺牲多少 用尽多少计谋才能逮到犯人呢 这一场紧张惊悚的追逐戏就此展开 剧中的一些手法有点刻意 不论是运镜或是情节的安排 都有些卖弄 有点小狗血 演技的部分也稍微浮夸了一些 可能这样的表现手法比较适合年轻人的胃口吧 才不会承认自己老了呢 也在本片中看到很多经典作品的影子 有火线最气凌 人魔系列的红龙 杀人告白 预告犯等 但是剧本将这些元素打扮重新组合 也成了一个很新的作品 虽然有点跳脱不了这些神作的格局 但也算是表现不错 至少个人觉得比起恶魔蛙男好太多 尤其剧本对于光的探讨余意境 成了一个很正面核心的主轴 小编我还蛮喜欢的 喜欢犯罪悬疑剧情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这部作品哦 角色方面 邓超饰演芳木 是位守护光明的警察 不管有多黑暗的角落 都要用光明来照亮 邓超真的将芳木这个角色 询释得很不错 聪明中又带点傲气 理系中又跳脱常规 刀子嘴乃是豆腐心 是因为外表冷酷 但是情感丰富的角色 不得不说 邓超演活了这个角色 也成为本片的核心人物 软金天饰演了江亚 是为活在阴暗中 渴望成为光明的变态 软金天有摆脱出以往的气质 诗文的外表下 隐藏着愤尸技术的野心 疯狂中又冷静的无比异常 痛苦中带着深沉的悲伤 歇斯底里后的邪恶狂笑 毫无罪恶感 沉溺在自己的变态作品中 完全把不可一世的方木 压到谷底 张力十足的演出 让人不寒而栗 仿佛是看到小丑2.0 剧本也将这个杀人魔的养成过程 拍得很好 有巨细迷异的交代 童年的阴影 造成他扭曲的价值观 也不禁让人有些同情 他与方木之间的爱恨成仇 更是本片最大的亮点 也有点余量的情节 有非常精彩的对手戏 而剧中拿以暴制暴来探讨光明 到底透过暴力的方式 塑造出的光明 是否可以更彰显出正义的价值呢 还是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虽然有大多都是用 以暴制暴的题材 来写出一篇篇大块人心的剧本 但本作有别于火线追气力中 最后的布莱德·比特 李志献与良知完全崩坏 暴怒之下 对于连续杀人犯的凯文史菲西 动物之起 在看见恶魔中 李比健为了要亲手毁灭 变态杀人狂 吹敏吉 化身为恶魔 不但以暴制暴 还一暴再暴 不断的连暴 这到底是什么剧情啊 但最后 一暴制暴 真的能够抚平他内心的伤痛吗 暴了丑 真的就开心了吗 还是留下更多的悔与恨呢 有意思的是 本作反而是将这失控的暴力 强拉回体制内的法治中 即使仇恨 可以抿灭人的两知 但剧中角色还是咬着牙 含着泪 坚持着正确的理念 做出最后的抉择 这也是故事 很耐人寻味的部分 也成为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课题 好啦 以上就是本集的白瞄懂电影 希望大家会喜欢 认同的话请按赞或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其余的资讯在下方 感谢各位的收看 爬拉来电影 我们下次见